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的指导方针还扩大了有资格享受折扣的人群范围 那些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400%的人可以享受减免的费率 而不仅限于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200%的人 但折扣后的费率也在上升 递交N400表格的费用将从320美元增加到380美元 2月21日拜登政府又宣布新的学贷免除计划 新计划为符合条件的15.3万借款人免除总额高达12亿美元的学生贷款 如果借款人参加了有价值的教育储蓄计划 SAFE 并且在过去至少10年一直在还款 且最初的大学学费贷款不超过1.2万美元 那么他们就有资格获得豁免 而且如果借款人当初的贷款在1.2万美元 那么他们每多借1000美元 也可以在多支付一年还款后获得豁免资格 白宫表示根据2023年8月启动的学贷减免计划 最初打算在今年7月开始提供豁免 现在这些贷款减免被提前了大约6个月实施 符合资格的借款人将收到拜登总统的电子邮件 通知他们的债务将于本周被取消 中国外交部2月22日表示 中方有关机构已经分别与西班牙马德里动物园 和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 就新一轮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事宜签署协议 同时也在与美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 和奥地利维也纳动物园 积极洽谈开展新一轮合作 其中中国与加州圣地亚哥动物园 达成了最新的大熊猫租借协议 将向圣地亚哥动物园派遣两只大熊猫 这是中国20年来首次向美国租借新的熊猫 此举被视为中美熊猫外交的正式恢复 圣地亚哥动物园野生动物联盟的梅根欧文博士 在周四发布的新闻稿中说 圣地亚哥动物园与中国研究伙伴之间的合作 在将大熊猫从濒临灭绝的边缘 拯救回来的努力中发挥了很多作用 并直接促成了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 在2021年将大熊猫从宾威降级为一威 动物园官员表示 如果所有许可证和其他要求都获得批准 它们最早可在夏末接收雄性和雌性大熊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说明U社